中秋節是華人的傳統節日之一 在馬來西亞新山 此地幼兒園趁著佳節前夕 透過手工製作應景的月餅和環保燈籠 還有趣味話具 讓孩子們更加認識這個別具意義的節日 廢棄的鐵罐和寶特瓶 經過孩子們的手 都成了可愛獨特又環保的燈籠 親手打造小朋友更加珍惜 小姐哥怎麼痛啊 一點點 挺像這樣 很開心 要不要去買燈籠 不要 什麼不要 等一下浪費錢 這個燈籠還可以做 可以愛吃 愛地球 小朋友你在做什麼 月餅 為什麼要做月餅 因為要求節 小朋友小時伸手 捏一捏 壓一壓 簡單的月餅製作方式 連孩子們都可以教的有模有樣 那個月餅你要做 要按白色 然後拿一個白色的圓圈 放在白色 然後就按 學習製作月餅 還要了解它的由來 透過有趣話劇 不僅讓孩子們更加認識傳統文化 剛任教不久的印度裔老師也有所收穫 以前我其實沒有什麼了解中秋節的來源 能夠了解到華人的一個 你們的傳統節日 可以學習到整個月餅 燈籠之類的這些東西 風俗習慣 現在的小孩子對一些華人傳統不太了解 所以我們必須給他知道說 這個月餅的由來是怎樣的 透過親手DIY 加深了孩子們對中秋佳節的認識與感受 也添上了不一樣的童年色彩 大愛新聞 鎮山美之公 馬來西亞新山報導